尊敬的少帝生您好 您好 我学佛法也有三十多年了 佛学中的看破放下什么意思 请师父为我讲解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整个人类的大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的人不知道看破什么 也不知道放下什么 那么我就给您提一个问题 请问你在升级上活的时候 和某一个人吵架的时候 您烦恼不烦恼 痛苦不痛苦 特别的烦恼痛苦 对 你在升级上活以前 烦恼不烦恼 痛苦不痛苦 痛苦 这种痛苦和烦恼 我在我们体内心里边舒服不舒服 不舒服 不舒服是什么呀 那是病毒啊 我们把气候闷在自己体内 释放不出来 可以说我们和某一个人生计 已经过去十年二十年了 这个仇 这个怨恨 还活在我们体内 没想起来一次 就怨恨一次 对不对 对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没有看破呀 也没有放下呀 那我再问你一句 十年前二十年 你生的气 上的火 你能不能把它拿过来 让我看一看 那肯定是拿不了的 拿不了 是什么呀 本是一场空啊 本来是假的呀 你为什么一直把它放在自己心上呢 把它看破是假的 把它放下了 恩恩怨怨全部化解了 化解你的心就清静了 心清静了 你就自在了 你自在了 你的浑身的经络就畅通了 你就健康长寿了